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看喜剧的呢 28年前 一部名叫乌龙院的电影出现在了大荧幕上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达叔唱给小红的那一首吻别 郝绍文和是小龙饰演的小和尚 时至今日 那些带给我们欢笑的演员已经长大 达叔更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不过在他走之前 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 充满笑声的电影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达叔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乌龙院经过岁月的洗礼 不仅没了往日的热闹 一群人还穷得只能吃大白菜 遥想起当年大家在一起吃肉的场景 叠体有多开心了 达叔兄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跟达叔提议说 不如我们紧跟时代 扩大招生范围 成立品牌 一步步做大做强 达叔倒吸一口凉气 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有做生意的天赋 只不过前些日子你们师叔把乌龙神石放到了这里 引得各方前来抢夺 招生倒没问题 就怕有心怀不轨的人混入其中 见两个小师弟还在抱怨 文师兄一拍桌子 不就是肉吗 我去多打几份工 到时候买回来大家一起吃 文师兄刚走 两个不速之客就来到了乌龙院 他两表面是为了学艺 背地里却是为了乌龙神石 几天前 阿威在碰瓷时不小心惹到了豹哥的女人 女人直接找上门 把阿威带到了豹哥面前 豹哥无意间看到阿威身上的纹身 问他跟乌龙院什么关系 他患有怪癖 不能拥抱异性 就连女儿也不可以 我很好奇他怎么会有女儿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阿威一听乌龙院 当即忽悠豹哥那地方他熟 小时候就是在那长大的 豹哥心想那感情好 只要能把乌龙神石拿回来 报酬随你开 就这样 阿威找到了乌龙院 而一直跟着他的胖子成明星 则是被那天阿威碰瓷的演技给征服了 想跟他学怎么演戏 没想到刚来 这两小孩子就坐在门口 让他俩回答一个问题 答完问题的两人被带进了院里 要说这地方真是卧虎藏龙 你看这小孩子 这还是小孩吗 有李小龙当年的影子 还有他们 一般人能做到这样 更别提正在施展灵波微步的大师兄 各顶各的人才 铁的呀 那算了 当我没说 发现大师兄在装枪做事的阿威立马 换了一副嘴脸 问他在哪报名 他要学功夫 赶紧说 不说头给你打烂 大师兄是出家人 正常情况下不会跟他计较 除非你喊他胖子 两人好不容易混进去又给赶出来了 鲍哥打电话问他们情况怎么样 阿威只好撒谎说一切顺利 刚说完门就打开了 别误会 达鼠可没那么好心 只不过正好听到阿威的电话铃声是 作为SHE的铁杆粉丝 怎可能弃有均于不顾呢 阿威编造了一段 极其凄惨的声势说的声泪俱下 可达叔心里只惦记着SHE 两人就这样留在了乌龙院 乌龙院能每天充满欢笑 离不开这俩喜欢搞怪的小孩子 光是欺负还不够 非要成明星回答一个问题 才肯放过人家 成明星的日子很悲催 阿威也好不到哪里去 早晨刚起来就被大师兄逼着吃面 一碗 两碗 三碗 四碗 最后吃的都喷出来了 大师兄还笑着让他再吃一碗 白天就这样熬了过去 到了晚上 阿威把成明星喊起来 准备干正事 两人摸黑摸到了达叔房间 达叔正对着电脑惊叫连连 能让达叔如此佩服的人 除了东北大师神经宝 还能有谁 阿威知道达叔不好惹 只能去别的地方找乌龙神石 没想到被大师兄给蹲了点 成明星灵机一动 一个屁便化解了危机 白天练功时 大师兄给两人表演了一下 什么叫天残角 天残角果然霸气 找这些老的是没啥希望了 他俩只好把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 正好这个小女孩喜欢远处练功的小帅哥 阿威为了讨好小女孩给他出了个点子 只要你把功夫练好 他自然就会喜欢你的 点子好是好 就是把人家小帅哥吓得提起衣服就跑了 达叔将亚历山大宝师傅请到了乌龙院 宝师傅身为气功大师 还是有那么两下子的 展示完气功就该展示什么叫剑道了 这就是在过程当中 即防守 哎呀 哎呀 你喊是喊了 你喊你也不能从后面偷袭我呀 看到没有 这就叫菊花开满山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下面才是重点 宝师傅被阿威整得够呛 轮的大锤追了他几百米 这么帅的一个大师 你给人家搞成这样 宝大师就是脾气在好 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达叔带着大家野炊石 女记者阿娅找上了他们 达叔人老心不老 人家几句好话就给他说得喜笑颜开 阿娅就这样留了下来 给大家记录记录平时的练功日常 达叔则是拿着阿娅送给他的手机开起了直播 你说你开直播就好好看 站那么高干什么 看被雷劈了吧 下辈子注意点 达叔被劈过去后 阿娅找到阿威 原来他俩一早就认识 不仅认识 还是男女朋友 可以说阿威能变得这么坏 全靠阿娅突然离开了他 原本代表誓言的纹身 也被他变成了乌龙院的标志 还好鲍哥不知道他纹身的来历 否则非得他薅得只留下几根毛 阿威知道阿娅来是为了乌龙神石 可想起阿娅对他的所作所为 他立誓一定要抢在阿娅之前 拿到乌龙神石 为了快点拿到神石 阿威准备放把火 等火烧起来 人一定会先关心珍贵的东西 到那时再把神石抢过来 计划很完美 可这个火谁点呢 要知道 阿威只是表面坏 内心并不邪恶 成明星更不用说 看外表就知道很善良 争执时 火柴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两人直接傻眼 成明星想拉着阿威赶紧跑 阿威却想起里面的师兄弟 大喊着着火了冲进屋里 火被浇灭后 阿威昏迷了三天 幸好达叔给他来了个人工呼吸 不然还得睡个几天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阿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为了弥补犯下的过错 他决定将烧毁的房屋重建 可恶荣怨的人都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怎可能让他一个人劳累 人多力量大 房子很快就被修好了 趁着夜色 众人还给他过了一个生日 阿威被感动得痛哭流体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他过生日 过完生日的阿威拿起手机一看 豹哥给他打了几百个电话 阿威颤颤巍巍地把电话回过去 豹哥接起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豹哥 我这 冷静下来的豹哥提醒阿威 如果三天内还没拿到神识的话 那他就亲自出手 血洗乌龙院 阿娅找到阿威 跟他说了当年离开他的原因 在遇到阿威之前 他未婚先孕 孩子被他放在了福利院 之后他跟阿威生活得越幸福 就越思念孩子 于是他就离开了阿威 一心找起了孩子 他来乌龙院也是为了找孩子 豹哥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 不过条件是他得把神识偷出来 阿威被阿娅伤得够呛 不肯相信他的鬼话 让他赶紧走 没想到两人的谈话 全被达叔给听到了 达叔看到他们的爱情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他并没有因神识的事怪罪阿威 而是让他哪来的回哪去 过去的事就放下吧 阿威刚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豹哥就杀到了乌龙院 虽然江湖上盛传 只要是能在武侠小说上看到的武功 就没有乌龙院不会的 但他还是不相信 他们能顶得住子弹 那也未必 我当手 下次可以用散弹枪试试 打不过老的 那就欺负小的 豹哥手下将两个小孩子挟持 阿娅跑出来让豹哥放过小孩子 豹哥不肯 还让他跟小孩子一起去拿神识 几人走进练工坊 小男孩不小心摔倒 拉扯中阿娅看到小男孩肩膀上的纹身 这不是他当年为了找到孩子留下的吗 原来他一直都在乌龙院 小女孩趁机咬伤小弟跑到安全位置 谁知小弟居然把阿娅抓起来威胁他们赶紧出来 大人抓大人威胁小孩子 亏你想得出来 正在此时 小帅哥闯了进来 一群人紧跟其后将他围住 七小孩也太胜了 有本事单挑啊 不过我显然低估了这小孩的战斗力 脱掉衣服 拿起双截棍 摆好架势 一群人被打得哭爹喊 乌龙院果然卧虎藏龙 阿娅和儿子相认的同时 外面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真的是惊天动地 不开一点玩笑 沉烟散去 一个人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斗宗强者 恐怖如斯 来人正是达叔的师兄 别误会 他可不是来救人的 而是来抢神识的 当年师父把神识和咒语分别交给两人 师兄为了取得咒语 拔甲的神识给了达叔 真的一直在他手上 一直看戏的阿威合成明星冲了出来 气势不错 只可惜实力差了点 师兄刚把两人打退 鲍哥就从后面一枪打死了师兄 就在他还想对其他人动手时 之前去买肉的文师兄赶了回来 文师兄一道 这帮人还怎么掀起风浪 仅靠手中的鞭子 就把他们打得妈都不认识了 达叔脱困后 拿起神识放在胸前 紧接着念出咒语 顿时大风四起 乌云突变 一条神龙破空而出 达叔死掉的师兄 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 师兄之所以能活过来 是因为达叔许的愿 虽然师兄抢夺过神识 但他们永远是师兄弟 鲍哥看到这一幕彻底醒悟 这帮人的实力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硬得不行 鲍哥只好跪在达叔面前来软的 达叔心地善良 将神识借给了鲍哥 有了神识的鲍哥 终于可以在女儿生日那天 给他来一个美美的拥抱了 离开乌龙院的阿薇没有再作恶 而是和阿雅带着两个小孩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而成明星也如愿用演技征服了导演 达叔在扫地时 一个女人走进乌龙院 达叔直接看傻了眼 等缓过神 跑过去一把抓住女人 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 你记不记得我当年送你的路边野货 就在一转眼 发现你的灵 已经我是不会再想从前 我的世界 还有我对你唱的琴歌 愣得让我无法弄来一天 还有在一触即发的心灵高潮 你一定记得 你一定记得 女人对他说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只是来借厕所了 达叔只好退而求其次 跟他合拍的一张照片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说实话 最后那一幕真的让人眼泪哗哗的流 时隔三十年 再次相聚 可你早已忘记了我们当时的故事 唯一留下的 也只有那张黑白色的照片 唯一能奢求的 也只有在拍一张彩色的照片 我承认 这部电影是来卖情怀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看得很开心 况且 他也并没有别人口中说得那么差 笑点泪点全都有 然而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均浮躁的时代 谁又能静下心去欣赏一部电影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拙见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我是陶珠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关个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